iPhone 12e曝光549美元起 Face ID A14 4G密 低价走向成为今年iPhone的关键词之一 此前有效语称iPhone 12除了5G版之外 还会推出更加便宜的4G版本 进一步拉低入手门槛 根据国外博主已知消息 制作了组4G版iPhone 12的外观渲染图 并将其命名为iPhone 12e 据悉这款新机有5.4英寸 6.1英寸两个版本 支持4G LTE网络 支持A14B芯片 内置4Gb内存 配备1200后纸双摄 售价方面 5.4英寸和6.1英寸的定价 分别是549美元和649美元 549美元周投人民币3900元 什么概念呢 就是去年iPhone 11 64Gb上市价格699美元 这就意味着iPhone 12的4G版本 要便宜150美金左右 根据IT时报报道 多方苹果上海代工厂佐证 目前昌硕工厂正在打烊的iPhone 12 有5G和4G两个版本 据悉 一些设备厂商 驻厂工作人员透露 昌硕有三款iPhone 12正在打烊 每款都有4G和5G两个版本 有观点认为 全球各国5G发展速度并不一致 4G版仍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如果iPhone 12系列的4G版本 和5G版本有明显的价格差异 对于消遇者来说 也不是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